好 五月份呢 除了花蓮大西瓜 县内的凤梨主要产地的瑞穗香腹新村 在农民用心栽培管理之下呢 已经是开始进入了产季 那么部落农民脑筋冻得非常快 在部落主要道路旁边涉滩自产自销 农民说今年凤梨的品质好价格也都还不错 希望能够为农产经济收入来加分不少 没有做就不要卖泥 尊重农民先吃再买的潜规则 顾客们吃一口凤梨满嘴酸酸甜甜的滋味 各个是一口接着一口吃 甜甜的 酸甜很香吗 凤梨香气 不然那个酸的我都不敢吃 都卖了很好吃 你买几包 买一包 买一包 我怎么好吃 因为很甜 瑞穗香腹原三村地区是花蓮县凤梨主要产地 不仅仍保存种植土凤梨品种 金钻凤梨也备受市场青睐 平均都在六月中旬才开始大出的复原金钻凤梨 今年雨水适中日照阳光充足 产值水准高且产季也提前 而脑筋冻得快的农民也急忙涉滩 开始自产自销 我想说人家还没有凤梨 我要先偷跑来卖 然后给人家 给人家先赚钱的意思 就这么简单 那今年的凤梨大品质怎么样 好吃 很甜 水分又过 上次产季受到了疫情影响市场 交易冷清了些 原本预期这一次产销能顺利 不料却碰上花莲大地震震后的冲击 产销市场观望期待之际 部落农民则主动出击 沿着旧省到公路旁涉滩自产自销 不让一年八个多月的农耕辛劳化为乌有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